剩下的油不要浪費 因為你一般人覺得真的沒了嘛 趕快來洗鍋 就是要來看洗鍋 千萬不要洗鍋 用你的素材來洗就好了 今天第二道我們要做的叫做什麼 今天潘師傅要介紹的 爆炒鮮菇所需要的食材有 雪白菇6兩 紅喜菇6兩 調味料有味噌3茶匙 清酒2茶匙 各位觀眾朋友們 趕快記下來喔 爆炒鮮菇啦 就把你要炒的不管什麼菇 你把它準備好 就爆一爆就好了對不對 這是美白菇嗎 對 美白菇 然後這個紅喜菇 紅喜菇 然後我們待會兒 留一點點到後面 給那個我們的味噌回鍋肉用 是的 直接開著火放進去這樣子 這邊我們就直接把 先把這個菇類把它放進來 它不用先穿上鍋 不用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有 比如說很多的這個 有沒有 剛剛很多的醬汁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回鍋肉把它放進來 我們這個菇類把它放進來 是 利用它的醬汁 對 因為醬汁 那你醬汁已經完全都沾到了嗎 對 沾到了 只是說這個醬汁 太多了 我們所以把它拿一點起來 我們不想要太鹹 對 的這個意思 那因為直接放進來 就是說剛剛我們的這個回鍋肉 是 其實醬油什麼都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稍微少一點 好 倒掉一些 對 需要水嗎 不用 好 倒掉一些 然後用紙把它擦掉 對 我想要這樣 就不用洗鍋子 其實鍋子一直洗 你也浪費你的時間 而且它本身本來都是食材 留下來的東西 也不髒 除非它會亂了你的味道 否則不用洗 好 我們再把它放進來 然後再開火 是 這個時候 我們就給它一點點的這一個 酒 然後呢 然後就開始可以來炒了 用酒的水分 對 用酒的水分 然後讓我來把它揮花掉 對 好 你如果覺得酒太多 我們可以再來一點點水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鍋子裡面 有沾到 麥婆菜 就覺得要水 這樣它也才能入味 有點水來幫助 你看我們剛剛拿了一點醬汁起來 如果說沒有拿起來的話 那個顏色就會太深 也不是那麼好 是因為 各位朋友不一定要學我們拿 不一定要學我們拿起來 因為它現在量少 所以你量多的話 就剛剛好 好 炒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 對 因為這個菇 也不用再加任何東西 不需要 不需要 而且味道都已經有了 或者我們家有碎肉 也可以再來加 肉絲也可以 我們直接把它放進去 就兩道了 這樣就兩道了 就兩道了 好 不用幾分鐘就料理完成的 爆炒鮮菇 真是超省食又方便 潘師傅用簡單的料理 汕托出菇類的鮮美及香味 讓我們不但可以吃到菇類的營養 還可以連膳食纖維一起吃進去 這超健康又美味的爆炒鮮菇 讓我一口接一口 越吃越順口喔